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的那這一期要來講解 KOF All-Star 那今天是2019年的12月18日嘛 那昨天更新了然後也改版了 那有一個活動是對戰裡面的這個挑戰時間競速 我想這個是最多人問的一個 在我的留言啦昨天的留言問最多的問題就是這個 要如何打到1分40秒 那我原本昨天隨便打一下大概1分50幾秒嘛 是用那個學魯咪那一隻角色 然後我今天稍微看了一下別人發的視頻 就是大概參考了一下啦 大概知道那些站位要怎麼站嘛 因為以前就有蠻多 有幾位那個喜歡去研究這個的一些玩家 他們會做一些大師級的一些 或者是輕量級的一些描述的挑戰 那那個怪的站位應該都差不多啦 OK那我今天我剛剛打了一下的分數大概是1分36秒 那我不一定能打到這個分數 因為我還蠻容易失誤的 那我會稍微講解一下每一張地圖 盡量講解每一張地圖 該如何站位 然後把那些小兵給集中在一起 可能不是最好的 也不是最正確的 但是這個方法確實能讓我進入到這個1分40秒 那我大概看了那個影片 大概看了兩三次吧 然後自己實際操作了兩三次就成功了 但是還是有點運氣 因為有時候你一個手殘嘛 一個失誤可能就賣個一兩秒 然後你累積個五六個失誤 你就很難進到1分40秒 然後這個獎勵 我原本以為他每天都會刷新 但是其實沒有 有沒有 他這個只會給一次而已 所以說那個公告上說每天會給的 我猜是這個啦 那個 這邊有一個活動 應該是指這個吧 通關時間競速挑戰 每天會給一個而已啊 對吧 看你會開到什麼東西啦 所以說這個任務你要不要解 也是隨緣啦 因為他畢竟還是需要花你的時間去練習這些地圖的走位 然後集中這些小兵 然後你獲得獎勵也不過是多4個 這個禮盒 看你願不願花費這個時間來 取得這個4個寶箱 就是時間成本嘛 你看你願不願意 去學習如何走位 打怪 好的 那我們知道 我們會知道說 當我們 角色在放超必殺的時候 時間會暫停嘛 就那個秒數其實是停止的 所以要靈活運用這個超必殺 那我已經把每一張地圖 需要走位 以及需要站位的地方我都已經 寫好了 那我會之後會在視頻下面貼上我的一些心得 就是每一張地圖走位要注意的事項 然後再配合我的影片你去 揣摩吧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上網去搜尋 那八招討論區應該也有啦 搜尋這張地圖大概要怎麼走 OK那 我就直接先 先抽象講一下第1張地圖 我覺得所有地圖裡面第1張是最容易出錯的 因為他的小怪很多 然後你如果出錯也沒關係 就可以馬上重來 建議最好在 17 18秒以內通關 你可以壓到15秒左右啦 就是我是以每一張地圖每一張地圖 來說 所以第1張最好是能在 16秒17秒或15秒都可以 看你可不可以辦到 那我就依照一張地圖來講 OK那第1張地圖他 開場會有2隻小兵嘛 我們使用雪魯咪當隊長的話 直接按技能3 可能會有時候會清掉2隻小兵有時候會清掉1隻 然後我這時候會往上跑 跑到一個車子的 附近 車子的尾部附近 然後這時候會有兩側都會掉下來 小兵嘛 數量還蠻多的可能7、8隻有吧 然後他們朝你靠攏的時候你馬上 往 最右上方走 最右上方走 然後在那邊等 等小兵過來之後給他們普攻 然後技能21 大部分都是21 然後把這波小怪給清掉 然後之後又回到右上方 等一個 一個女的敵人帶2隻小兵 這時候如果你有超必殺的話就放超必殺 有時候會沒有那個集氣我不太知道為什麼有時候氣會不夠 氣夠的時候就給人家超必殺嘛 就那個雷光拳 然後之後這3隻死掉之後還會再來個3、4隻小怪吧 你就直接用技能3把他清掉 好我就先操作這一個 給大家看 然後就一直重來 操作了2、3次再看看怎麼樣 OK 先來個技能3嘛 我會往這邊跑嘛等小兵一下 然後跑過來 21 氣 喔氣不夠嘛 這氣就不夠啦 氣不夠沒關係啦 這邊就算失誤了啦 因為氣不夠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氣有時候會不夠 大家看這邊已經20幾秒了 所以你這樣子已經很難 很難達成那個 我剛說的15秒或16秒左右通關第1張地圖 因為我覺得第1張地圖是最難的 所以要 可是他重來很快啊 OK 這次氣夠了 然後等他們3隻過來的時候給他們雷光拳 然後再等小怪出來 放技能3 OK大概16秒嘛 16、17秒 OK OK 我們重來 所以 第1張地圖大概 如果你操作的好15秒 16秒可以通關 這邊最好是壓到這邊 如果你發現已經20秒了 就放棄吧 因為你這樣後面會很辛苦 你就不容易容錯 這樣第1張地圖大家會打了嘛 那我來講第2張地圖 第2張地圖就是 我們跑到第2張地圖之後我會先往前走一小段 然後一樣是技能21 血魯咪的技能幾乎都是21起手 這邊很好記 21嘛 然後打倒那34隻小兵之後馬上往左上方走 這時候會有兩隻胖胖 胖胖的那個龐克會掉下來 你可以先普攻個 1到2下 然後你的技能3會好 技能CD 技能3的CD會好 你就放3 他就死了 OK 這個地圖2就過了 然後地圖3 地圖3就是那個龐克那個boss 那個boss很簡單 也是21直接帶走 OK 到此為止 我們龐克的地圖已經講完了 我希望大家可能比較抽象沒關係 我會把那些文字敘述放在我的那個網站下面 那我們再來做一次 我這次就會完成這龐克這個boss的打法 然後希望在40秒以內完成吧 希望在40秒以內完成 如果你沒有40秒以內完成第這個龐克關卡的話 後面會很辛苦 OK READY GO 一樣嘛我們這邊三起手 這邊就有一點小失誤嘛 不過沒關係啦 第一張地圖容易失誤的話你覺得 秒數 覺得不滿意就重來 我們回走等胖胖 等CD好 然後按3 OK 然後我們去打那個龐克 龐克的話21 就結束了 2 1 OK 我們直接按暫停 大概36秒嘛對不對 大家有注意嗎大概3536嘛 就說只要你都沒15的話大概3536秒可以OK 就是過完這個龐克地圖 如果你容錯率 高一點點沒關係大概抓40秒 40秒以內 那 第二張地圖是那個 第二張大 大關卡是那個祭典雅典娜的地圖 那這一關的話 一開始我們先往左上走 然後會掉下三隻怪 一男兩女 我們要用雷光拳解決他們 但是他們站得很分散 所以你 在左上 往左上走之後 等一下下 他們會稍微靠近你一點點 你再往前走 他們會聚集在一起 然後雷光拳下去 他們就再見了 那這三隻小怪打死之後 你就可以往 往那個 往前走 他會進入到 雅典娜的地圖2 地圖2 我就直接講了 我不要一張一張講 除非我失誤重來 那地圖2的話 我們找到那個 蘋果那個阿妹 就是那個 冰糖葫蘆 但是他是蘋果葫蘆 的那個 攤販前面 那邊會有三個龐克少年跑出來 一樣我們用技能21 把他們帶走 把他們帶走之後我們就往右上 角 等三隻怪 用技能3解決他們 那這邊地圖2就過了 之後就是雅典娜boss的地圖3 這個雅典娜也很好打 不太會讓他 不太會讓他放出那個 他的超必殺 很難啦 很少很少遇到 除非你放開滿 那你就開場 直接按那個技能2 技能2之後 直接加那個 三費的那個雷光拳 OK 這樣大家 他就 贏了 贏了就 過了 大概希望 我們希望是在1分鐘之內 就這個打到地圖2希望是在1分鐘之內 過關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1分40秒 這邊最好是1分鐘內過關 好那我繼續喔 就是 我可能會失誤沒關係 但是失誤就重來嘛 往右上走嘛 然後他們稍微靠近就流光拳 然後 走到那個蘋果湯位前面 21 然後打死他們 跑到右上角 等這3 這34過來 衝過來 技能3 好 然後打那個 雅典娜 我們放技能2加 3費必殺 我剛好沒有加速那個動畫 所以有沒有差1分鐘有沒有 OK我準備按暫停 好 那 雅典娜地圖我們也解決了嘛 我們再來要解決第3張地圖就是 這個 憤怒的這個 露卡爾 他的地圖有2張而已 第1張 第1張地圖就地圖1我們要走到那個 左邊那個柱子的下面 等怪出來 一樣是技能21 這邊的話2的話 技能2可能會在CD 我建議是技能12 好不好 技能12 一樣啦2112都可以 我這邊建議是技能12 因為你的 你如果先2的話 2的CD可能還在 我剛剛玩的感覺是這樣 然後打死他們之後你就可以走到柱子2前面 稍微等一下 揪兩個柱子中間稍微等一下 這時候會出來兩個小怪還有一個大怪 那個大怪的話比較 麻煩一點 你要先打死兩個小怪之後再去打那個大怪 這邊我每次都打得很爛所以秒數會稍微拖一點 我只能 只能 隨性打 有時候是隨性打 因為我抓不太住那個 要訣 那這邊建議的話大概是1分20秒以內要解決 1分20秒以內解決 最好 因為這時候我們的BOSS 其實BOSS的話 理論上10秒就能幹掉他 10秒就能幹掉他 那我們地圖一解決之後 我們就去那個 打那個BOSS 那個死屍任務的BOSS 大家每天都在打應該知道嘛 就是那個路卡爾 巨大化路卡爾 一開始他會先放那個衝擊波 不用理他因為我們那個 雪露咪的第3招是霸體 我們直接走進去開霸體 技能3霸體 然後一樣你要312還是321都可以 隨便你 恩...我覺得321好了啦 321 好不好 然後321之後我們就直接接5費的那個超必殺卡 時間一樣會暫停嘛 然後之後你會稍微等一下你的CD 大概普攻個1兩下之後又可以再來一套 但是你後面會有小兵但是沒關係因為我們的3是霸體 然後2是有電暈他們吧追蹤 一樣是321又一套 然後這時候你的 順利的話你的那個3費必殺卡 必殺技能也好 再給他超必殺 BOSS就死了 這個過程大概10秒而已 OK那我們繼續喔 一樣嘛我們就先走到柱子那邊 太慢了 因為我剛剛按暫停吧 沒有辦法失誤失誤 好1分20秒嘛沒關係 因為剛剛我有按暫停所以時間沒有那麼的充力一樣 充過去按3 然後超必殺 然後之後普攻1兩下再CD好所以繼續321 然後之後那個 三費氣好了之後 三費氣好了之後按黑雷攻拳就結束了 1分37嘛比我原本的最佳紀錄還要差1秒 因為我在 我是邊說邊按暫停然後 大家懂我意思啦 剛剛有一些地方我按暫停的關係沒辦法跑這個位置 好不好 所以其實還是很充裕的 就是時間上大概是我說的這些秒數 你如果第一關 我覺得 龐克的地圖1是最容易 最容易失誤的你最好把自己壓在1516秒左右 然後之後那些龐克地圖2龐克地圖3那都是輕鬆吧 然後壓點到12我也覺得123我也還好 然後憤怒的這個地圖1我覺得有時候 會失誤因為那個 大怪比較難打一點 然後因為你要先解決兩個小怪 因為大怪他一開始掉下來的時候他的HP還沒跑出來 好的那 大概是這樣啦 我可以再 完整跑一次但是不一定會成功 好不好但是 秒數不對沒關係我把那個 憤怒地圖1的那個柱子那邊我把它走好因為剛剛我按暫停 失誤沒關係我就直接跑跑跑跑到那個地圖 憤怒地圖1 在那邊氣不夠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不放白不放已經超過那個你的預期了 有沒有我們預期是1516秒我現在已經慢4秒了 但是我沒關係啊我這次不是要拼秒數嘛 我這次不是要拼秒數我這次是要 達到那個憤怒那一關然後 掩飾一下剛剛我沒有 展示好的地方 Boss打21嘛21就死了 這種東西就是拼秒數的你不能失誤啊你一失誤就 就準備重來了吧 因為你一個地方失誤了兩三秒你累積起來就過不了啦 那我現在講話嘛 我按錯了我按錯了我按錯了 沒關係按錯就按錯了 就隨便按吧 這樣不行 這樣我打不過雅典娜我重來一下好了 我想說亂按不行 我再跑一場 我再跑一場 就是第一關很容易失誤因為你沒有氣就不能 放那個三費必殺 這邊氣到底怎麼回事啊 當然這是失誤啊因為已經慢五秒了 當然這是失誤啊因為已經慢五秒了 2-1 OK 所以說地圖一是最容易失誤的啦其他就還好 那我們去那個蘋果攤位 我這邊就是不小心按到三嘛 這邊也是失誤啊 這邊也是失誤啊那個小怪沒打到嘛 就是你一定不能失誤啦就是不能漏啊什麼的 OK然後我們2然後超必殺 OK 然後我就是照說剛剛說的嘛到柱子一然後一二 我太慢了那隻怪跑跑從那邊出來 好吧又是我失誤 應該死了吧 有沒有30秒很拚啊這樣過不了 這樣應該是過不了 只剩3秒來不及了 所以大概1分40幾秒這一次 這就是因為你前面失誤太多了 OK 40幾秒吧40出頭秒因為你前面失誤啊 就是你要多練習那你就會不要失誤 就很容易1分40秒以內 有沒有我差一點點啦因為我剛剛失誤了不少嘛 我如果不要做那些失誤我應該是可以 順利過關啦主要是我還要在講解那個部分 OK那這一次的這個輕量級 不算教學啦因為我也是 看別人的影片然後我把它分析一下說 大概怎麼站位怎麼走然後講 講解給大家聽這樣子 好的那先這樣囉 如果你還沒通關的人也可以來拚拚看啦 如果你在意這個4個寶箱的話 好不好因為我現在 現在排名是1000名以內嘛也就是說 其實 1分40秒以內的人還是有點辛苦吧 1000多名吧 就是沒有那麼好打 就少這4個寶箱而已嘛你可以無視他 如果你在意的話就來拼一下練一下 OK那這一期的解說就 就到這邊吧 好的那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我們下期再見囉大家拜拜 拜拜